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基聚位内幕临出 女官猖狂骂人被再民拖入水中 中共火箭军药开出突一枪 36个发射营将被未战斧打残 老粉红纽约抗以赖清德 搞笑的一幕发生了 近日,网爆中共军方一架直升机 在巡视河北灾区的时候聚毁 造成机上16位当地军政官员全部遇难 日前,有指情人士向The Appletimes 透露了最继事情的内幕 自由亚洲电台8月7日报道 该台记者由中共军方人士那里获释 一架疑似帝属于陆军第82集团的直升机 上个星期六,葵大保定部分官员 巡视德州洪水区的时候聚毁 记上十几个人全部遇难 推特网友陶Mail先生8月9日发布消息说 中共官员视察灾区,飞机失事,全部死了 帖子的图片显示 中共保定市官员和军方人员 乘坐驻军陆航累直升机 去来水、德州、空中去看水灾 飞机撞上高压线坠毁 机上16个人全部死亡 其中包括军方13个人 地方官员3个人 各帖里面说 死亡的人当中 其中一个是保定电视台的记者 叫做李一帆 还有保定市交通局副局长来见英 保定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军方人员包括主军副参谋长 副大队长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8月13日 向The Apple Times表示 保定电视台记者李一帆 在这次的罪机事件当中上身 有熟悉他的朋友已经确定了这一点 问了几个当地媒体的 罪机是肯定的 应该是8月3日 李一帆在这架飞机上面 保定电视台摄影记者在上面拍摄 赵兰健表示 有媒体人和网友分析 罪毁的直升机可能就是央视发布假新闻影片里面那部飞机 网友推断 这个都是为了配合央视造假的直升机 随后拉着重要的军方要员 政府交通局副局长 保定电视台记者 撞上了高压电线 几位人望 保定何不观以待杨生都证实 确实是真的 有一个被送了入医院抢救 就算救得回到很艰难 何不得周洪灾严重 中共各级官员一年数日都没人露面 直到洪水开始退去 中共党媒宣传官方积极救灾 德州市委书记都开始露面指挥清淤 网友纷纷痛斥在做show 官方宣传造假都被网友揭穿 央视网在8月2日发布的一条影片 这条影片显示 在发生了洪灾的河北德州 一架直升机救援在屋顶被困72小时的6个人 然而很快就有网友发现这条影片的问题 影片当中显示 在被救援者所处的大楼 下方的街道上 停放着两架轮胎 被添没了一半的汽车 隔车旁边站着两个 对脚都未完全被添没的人 这样就表示 影片拍摄地点的积水 还不足以将人困在屋顶 消息传出之后 这条影片迅速遭到删除 有影片显示 洪水退去之后 当局人工降雨拍摄救灾画面 还有中共女干部在灾区猖狂打人 骂人 被愤怒的灾民拖入水里面 中共火箭军近期间换了司令塔 和政委 原因之一据说是前司令协战 火箭军算是中共的王牌部队 为什么会协战呢? 军事评论员沈周 在《The Apple Times》分析说 因为中共火箭军如果先开了第一枪 就最可能第一个被打倒 换谁去做司令都一样 沈周指出 一旦中共的导弹离开发射架 发射地点就会暴露了 重新装弹的时候 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 可能就会呼啸而至 台湾的洪峰2E型导弹 参照了战斧巡航导弹 射程1000至1200公里 台湾还有云峰导弹 射程达2000公里都会反击 在美军台湾联合反击下 中共的一半导弹发射架 可能很快被摧毁 攻击强度就被削减一半了 剩下的导弹发射架 可能不得不转移到下一个阵地 再装填去发射 但两三轮之后 可以欠传的发射架 估计就所剩无几了 中共的短程导弹 最多打过300至400枚之后 可能再都打不出去了 这个时候 36个发射型基本被打残 大半型就会被摧毁 攻击将会难以为计 六个导弹类的官兵 都成为了第一波犧牲品 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 通常承担第一波打击任务 历史实战当中 已经发射了2000枚以上 目前的库船应该至少有4000枚 最大射程1600公里 可以在目标区上空盘船 大概两个小时 导弹装有摄影机 可以对前一波攻击战果 进行评估、回传 只要发现中共的移动 美军战艦和潜艇 就会更早部署 获取目标后 就可以立即展开攻击 在美军的反击下 中共短程导弹的攻击 很快就会腰折 已经发射的导弹 还会被拦截 反观中共的导弹拦截能力 就差得太远了 俄军已发射超过5000枚导弹 实战效果较差 中共的火箭军只会更差 中共的中远程导弹 几乎只可以对一个目标 进行饱和攻击 难以成为胜负手 如果分散攻击 比拦截的可能性更高 美军的导弹反击和凶杂 它会令中共火箭军灰飞烟 中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 中共领导人最怕死 长期困在防空洞中 将会迅速失去权力 火箭军协战就更加在沉里之中了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的过境纽约 当赖清德访团12号晚出现在曼哈顿下塔的乐天皇宫大酒店外面的时候 受到在美华人团体 台湾僑民和大陆僑民的热情欢迎 他们手持环福叫出台湾加油 赖副总统加油 中国人反对战争 粉碎中共侵台汉为民主盟友等的口号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主团体 打出标语 保卫自由灯塔 欢迎赖总统 共产党滚出美国 打倒共匪 和以往的台湾领导人访美不同的是 当晚现场没有出现抗议人群 但在第二天赖清德出席桥团活动的时候 现场出现了亲共的抗议人群 他们在场外手持中共五星红旗 高叫赖清德滚蛋等的口号 现场有多间的台湾媒体在採访 TVBS的影片显示 有记者问抗议者 你们是来抗议谁的? 一个男人回答说 抗议台独的人 记者又追问 那是谁呢? 那个男人竟然答不出来 只是说 反正是搞台独的 台媒质疑说 难道这些人跟4月份 蔡英文总统访美的时候一样 都是中共使钱请回来的? 那个时候中共住美事馆 以每个人200元美金的价钱 使钱组成了大概300人规模的抗议团体 而今次来抗议赖清德的都是走老公? 他们连抗议谁都不知道 连个名字都说不出来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13号中午的桥宴上 赖清德发表了大概25分钟的演讲 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 并表示台湾已走在正确的民主道路上 要持续壮大台湾 不要畏惧极权主义加大的威胁力量 中央社报道 华府自负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印太计划主任郭来怡指出 赖清德今次过境纽约都是比较特别的过境 因为赖清德不单只是现任的副总统 都是总统的参选人 中共驻美大使謝芳虽然说 坚决挡住赖清德访美者投证冲过来的灰犀牛 但都没办法令美国和台湾取消赖清德的过境 中共强硬的立场只会把自己逼到去墙脚 郭来尔说赖清德不能够到华府 不是因为美国不想得罪中共 而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美方一直以来的政策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元首负元首过境 都是以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等的原则处理 这次因为台湾刚刚好有选举 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参加 压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 需要考虑这些外部因素 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台美双方协调出来之后的最佳结果 郭来尔指出 对于台湾大选 美国不会采出任何立场 无论谁当选 双方都会维持良好的关系 美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 纽约自负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 蔡克斯认为 今次赖清德的低调过境 是台美双方紧密的协调 是民传党政府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和美方的信赖 今次展现了双方的互信 这样的做法符合长期利益